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两部分 那么一部分就是要跟大家去看一下 顶级的1660跟顶级的1660S 它们都装在9900K上 它们两个会有多大的差异 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除了侧屏会把它们放在9900K上面 我们一般装机都不会往9900K上面装 对不对 所以说二斤就在店里面准备了两台机器 一套是9400F 另外一套是3600 然后一般它们的价位都是4300K 然后另外一个是4600K这样的一个价位 我们再去看一看它们两个的性能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直接观看这两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说一说魔龙 对吧 一个是1660S 另外一个是1660 初次见魔龙的时候就有一种 哇塞 这魔龙就好喜欢 第二次见魔龙的时候就是 哇塞 魔龙好喜欢 第三次见魔龙的时候就是 二位 你哪位啊 对吧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就不多说了 因为是熟悉的用料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 是不是很熟悉 对吧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它们的性能测试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GPU杠位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1660和1660SUPER 它们的这样一个显存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GDDR5 另外一个是GDDR6 它的纹理单元从88提升到了117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3DMark的一些表现 在3DMark这些分数跑分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1660S普遍都要强于1660 然后差不多强的范围 就是强于一个10%左右的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游戏 游戏全部都是在全高开特效下面 去进行的这样一个测试 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它的帧数大概就相差10帧左右吧 有时候或者是7、8帧 相差比较小一些 然后就是Outside Outside这里大家可以看 也是一个差不多是个位数的这样一个帧数的一个差距 紧接着就是孤岛惊魂 孤岛惊魂这里差距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就是已经有稍微有一点点拉开了 差距最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战争机器物 有时候相差可能有二三十左右 然后最后就是吃鸡 吃鸡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差距有时候也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距 现在我们已经看过了性能测试 但是在测试前 大家应该和我一样都已经想到了 它的性能就是非常的精准的切割到了1660Ti跟1660之间 好 价格也应该是在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价格 并且非常的精准的打击到了RX590 就是这种切法 我难以想象它是怎么做的 这就是一门神功 谁都学不会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拆开它看一看它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让我们比较非解的就是一样的图灵116-300A 一样的供电像 一样的镁光显存颗粒 但是在1660S上面它的显存升级成了GDDR6的显存 然后包括它的核心 核心虽然都是116-300A核心 纹理单元增加的同时显存的带宽也有所提升 说完了微星魔龙1660和1660S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一张显卡 就是现在普遍的比较普通的这一张1660S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说微星 而今没有办法拿到微星的渠道了 是不是 那就来说一说我打我自己的影驰的1660S 大家应该是不可能会把你的1660S装在你的9900K上 但是你绝对会把它装在940AF或者是3600上面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到两台机器上面都装到了影驰的这种 就是比较普通的这样一个1660S 虽然它的散热不如魔龙 外观不如魔龙 但是它的价格就放在那里了 也就是又不是不能用 都是16600S 它们能差到哪里去 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装这张卡的话 你的机子也就是4000多出头 性价比就放在了这里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9400F还有3600上这张卡的表现 这两台机箱它不变的一个量是8G乘以两根的内存 然后是SN500 500G的这样一个固态 包括它的电源是古家TCX500的这样一个电源 这都是不变的一个量 然后它其他有变化的地方就是它的平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3DMark的这样一个表现 整体看下来表现是3600要比9400F要强 但是在这个大家如果比较钟爱光追类的游戏的话 其实这个英特尔还是要比AMD还是要强一些的 所以大家看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游戏方面 然后今天现在这个游戏就全都是在默认预设下去进行的 然后大家去看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个帧数 整体看下来是9400F会要高一些 然后要跟大家说的是游戏 它有时候对英特尔优化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另外有一些游戏是对AMD的这样一个优化会比较好一些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平常的游戏的喜爱偏好 然后去选择机器 而且今天我们都是在1660S同一张显卡下 然后分别去看这两个CPU这样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它其实跟你这样一个平台搭建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在日常的这样一个状况下还是要视大家个人情况而定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已经基本要结束了 那么1660和1660S究竟差多少呢 那你的机箱又该怎样去选购 大家一定也非常的清楚了对吧 就是随心随心对吧 然后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所有小伙伴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二斤的话请为二斤点赞三连 已经有好几期没有点了 这期点赞三连 那么感谢二斤所有小伙伴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